5月11日 内蒙古赤丰克什克腾齐下起了大雪 当地民众纷纷调侃 内蒙古再次入下失败 陆媒5月11日报道 11日 内蒙古赤丰克什克腾齐 5月飘起额毛大雪 白茫茫一片 仿佛回到了冬天 而4月底 克什克腾齐大部地区 出现中雪以上量级降雪 5月降雪 打破了当地的气候规律 一般内蒙古5月 是一个温暖和舒适的月份 人们期待着户外活动和春季的农作 有视频拍摄者说 这你瘦的了吗 下雪了 暴风大雪 能见度就是10米 这是咱们5月11日的天气 大陆网民表示 我这都热死了 你们还下雪 可别下雪啊 庄稼地都种完了 这要真下雪 今年的庄稼可就危险了 你没有问问 是有冤情吧 5月飘雪 我这个整个小区 满天都是咬下呛的 5月12日凌晨 辽宁省锦州市 九泰药业生产车间突发大火 至少两名伤者 送以抢救无效后死亡 网传的多个火灾现场的视频显示 一栋建筑物内部燃起熊熊大火 多个窗户向外冒出火光浓烟 伴随着一阵阵的爆炸声 有视频拍摄者表示 晚上在家休息时 听见远处传来巨大爆炸声 浓烟还伴随着阵阵爆炸声响 浓烟退去后 可以看到一栋建筑物三 四层被烧空 出发大户 加 Drop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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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啊,這不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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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